这是朱元璋的侦察兵 正前往横剑山侦察敌情 他准备一口吃掉这股驻扎在山内的援兵 等侦察兵摸到位置后 好家伙这个营地七万人起步 虽然其中不乏妇女老幼 但仅凭我朱大帅三千兵马 正常吃是吃不掉的 经过三天三夜的前途 侦察兵看出了援兵营地的破绽 他们自视人多 在防御中又有地形优势 住在山里相当于守高地嘛 所以从将军到士兵都处于躺平状态 在没有得到援朝命令之前 绝对不挪沃 特别是他们值晚班 那哪叫值班咯 简直就是换个地方睡觉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可想把握这个机会 朱元璋那三千人还不够看 毕竟这三千人是从驴排寨转过来的 一听这驴排寨的名字 就知道他们不是很厉害 甚至有点菜 要他们深夜狂奔一百公里 然后再打十几倍鱼击的敌人 估计到敌人门口时也剩不下几个兵了吧 所以朱元璋开展了大练兵活动 有什么训练科目不知道 练到第七天晚上的时候 朱元璋带领这三千人从豪州城出发 一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小跑 等到天降降要亮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援兵面前 援兵的反应也很搞笑 由于没有什么站岗的嘛 大家都在睡觉 就只有早起的炊事班上前 问了问要不要加餐 援军将军反应稍微正常点 一个鲤鱼打挺 架翻身上马二连招 奔着朝阳扬长而去 就这样 朱元璋顺利拿下这七万人的大营 不得不说他训练士兵相当有一套 西天时间就把战斗力几乎为零的散兵游泳 打造成能特种作战的高级部队 山本看了都流泪 得了七万人 接下来怎么办呢 哎 这就有打下一片根据地的实力了 朱元璋再次发挥练兵特长 从七万人里挑选出两万精兵 朝援兵把守的除州进发 路上朱元璋遇到了他最重要的文臣 李擅长两个人一聊发现相当对脾气 首先他们都为争霸天下这个梦想窒息 你当皇帝我当丞相岂不美哉 其二 他们都认可内部团结是最重要的 别搞办公室政治斗来斗去那没意思 李擅长就以维护内部团结为首要任务开展工作 有点赵刚那个角色的意思 两人聊完以后 朱元璋没费多大劲就攻下了除州 这下人也有了地盘也有了 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吧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豪州城里发生了农夫与蛇的狗血剧情 本来豪州城是朱元璋岳父郭子兴腿最粗说了算 他呢算是心地善良吧 收留了一些走投无路的起义军同行进城居住 结果这些起义军心术不正 以屡不为偶像 竟然暗地里把收留他们的郭子兴给架空了 他们见朱元璋似乎有了几千人马 便要朱元璋去豪州东边的四周助手 帮他们做挡箭牌 朱元璋本来就是因为不想和他们混 才出来独立的 现在你还要教我做事 你贵心哦 那些起义军一看朱元璋不听话 就把朱元璋岳父郭子兴抓起来一顿暴打 拿他撒气 朱元璋一看岳父危险 我们讲义气的人岂能不救 于是做了一软一应两手工作 应的呢先写了一封信给豪州城的义军 总结就两句话 你要打我岳父 你看我身后三万多兄弟答不答应 这豪州义军一看 自己这边人数也不差多 真打起来还不一定打得过 于是暂停殴打郭子兴 官还是继续官着 远的呢 朱元璋派人携带金银财宝 去贿赂豪州义军的其他高层人员 让他们找机会放了郭子兴 不多久 郭子兴就真的被放出来了 还带着他原来的一万亿军 一起投奔到朱元璋所在的除州 朱元璋也是大气 把自己攒的这点家业 全交给了郭子兴 按理说郭子兴应该感动的流泪 并表示自己退休算了 我今后就靠女婿你了 然而郭子兴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朱元璋的大气 又开始搁上一方土财主的日子 更狗血的是 郭子兴还听信谗言 开始疏远朱元璋 还把朱元璋赶出除州 让他只带着少部分人马去更小的和州城待着 简直就是刘备徐州被夺事件的翻版 这下朱元璋又陷入困境了 之前的地盘算是白稿 眼下呆着的和州太小 连饭都吃不上 接下来朱元璋会如何行动呢 静待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